沈公子的飞机是娘胎里带来的疾病 还需要我动手做什么吗 我倒是有法子能医治沈公子的病 沈大人愿意一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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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出马 还不安排得吐吐当当 沈千秋已经答应秉公断案 接下来 就要靠我们自己自证清白 我已经派人去给大理寺送去了信件 让他们会派人来和沈千秋一同处理此案 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沈家献手进去 那便好 沈大人只是被权势所迫 并不说恶人 年日沈大人估计 就会传唤我们灯堂对质了 我想出了一些法子 那几个妇人翻不出风了 你这小脑瓜 总能想出些新奇想法 这次是不是又要撒你的药了 我是医者 我不用药 难道像你一样用刀吗 痛 庞下妇人状告太子滥杀平民 可又人证物证 为大人 民副才人便是人证 物证 大人大可将武座传来验伤 就可知 我这夫君是被谁所杀 大人 经过窝等查验 尸体上的刀口伤痕 与太子殿下随时的兵器相吻合 这人证物证俱全 铁证如山 该如何断案 大人 我有话要说 这人证物证 只能证明你们的夫君 是侍卫所杀 并不能证明跟太子殿下有关系 你这丫头伶牙利齿 搬弄是非 侍卫是太子的随身侍卫 必然听命于太子 若非太子下令 他们会杀我夫君吗 百姓皆知太子但人温和 暗谜如此 出于何动机杀你夫君 这人证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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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